地震風災 複合性的災害 讓秀林鄉土石流潛市區增加至三十多處 幾乎每個村都有 尤其秀林鄉北區是重點災區 保全戶撤離人數近千人 而收容所只有十一處 面臨地震複合性的災害時 其中有五處地點更是無法收容 希望藉由專案會議的召開 能夠尋求解決之道 大家都嚇到了 那這個量人根本沒有辦法收容這麼多的人 那這次土石 我們三條溪油會擠 那個土石貪方非常嚴重 我們是重點要撤村的人 那我們應該是要撤到山寨的收容所 山寨的收容所只能收容五十個人 可是五十個人真的很擠要怎麼睡 他只有兩間 非常的擁擠 天然災害發生時土石流淺市區的保全戶必須撤離 但在四零三地震發生之後 許多收容中心的位置就緊臨崩塌地 因此必須重新評估收容量能 你收容所的功能性 比如說你可能在裡面有一些軍方的 或者是有村辦 甚至是文件站 甚至這是 又是收容 所以共用同樣一個空間 你造成這個避難所的擁擠 跟這些設備跟設施的一些很不足 所以這個是我們常常面臨到的一個 最近複合式災難之後的一個困境 花蓮縣議會專案召集人陳美蓮表示 目前的避難所功能重疊 空間和設備不足 導致避難設施擁擠 雖然部分學校也用作避難所 但由於需要容納學生空間更加不足 會議中也討論收容環境安全和設備不足的改善計畫 並建議盤點藥品儲備和跨縣市救護車的調度 以提升防災與救援的效能 原市新聞樓 華蓮市採訪報導